来看到地方传出的好消息 罗东维安社区的守望相助队 荣获今年内政部社区治安工作 评鉴优等 也获得全县协助维护治安 落实守护功能 督考的平和特优 为了庆祝双喜临门 镇长林斯庙日前特别颁奖肯定 感谢这支守望相助队 长期对地方的奉献以及辛劳 罗东维安社区守望相助队 是结合西安礼跟维阳礼 两个礼的热心志工所组成 人数有65人 而从97年下半年度开始 成为警政署六星计划 基优补助单位 从99年开始到现在 连续4年参与内政部社区治安工作评鉴 年年得奖 荣获两次假等以及两次优等 而今年更荣获内政部颁发 治安标杆社区的认证 因此镇长林斯庙特别颁奖肯定 我们的维阳礼 西安礼可以训练 这可以非常辛苦 他们长期对我们的社会付出和贡献 所以今年可以在这个殊荣 这也是罗东维公盈 他们长期以来 这是内政部颈政署的六星计划 他们是可以得到这个殊荣 是因为他们可以奉献和付出 可以说连续4年可以两次价顶 两次价顶 两次价顶 当时以来可以对我们的社会 对我们的治安 这可以说非常感谢我们的维阳社区 可以说这次的殊荣 真的非常不简单 也非常感谢他们 可以说大家问一个都是团结合作 要来为到我们的治安来打拼 除了荣获今年内政部社区治安工作评件优等以外 罗东维扬社区守望相助队 参加县府101年度守望相助队 协助维护治安落实巡守功能 多考平和也荣获特优 而他们不仅规划巡守路线 也设置了20处的夜景巡逻点 并且任养警方三个社区治安区块 发挥不错的成效 获得居民高度的认同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不到